1949年普雷維什向聯合國拉美經委會 遞交的一份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報告 他闡述了中心外圍理論 他認為在傳統的分工當中 逐步形成了大的工業中心 還有包括了生產原物料糧食的外圍 中心處於統治地位 而外圍依賴於中心 就是依賴於市場 所以普雷維什說 解決拉美經濟危機 最好的方法 是把芝加哥學派全部丟掉 為什麼 因為傳統的發展經濟學 追求的是出口創惠 就透過貿易的出口 透過扭曲內部生產要素的價格 就是低價 廉價的勞動力 廉價的土地 廉價的環保成本 然後出口 那出口會賺到外匯 而這個外匯會成為整個經濟發展的 第一桶金 就是原始資本 所以發展中國家 常常第一個策略 就是出口創惠 創造出口 可是普雷維什說不行 出口創惠 只會讓你越來越跟中心 產生中心跟外圍的階級關係 而且產生依賴的一個過程 所以最應該做的是進口替代 所以普雷維什他說出口出境 不對 應該做進口替代 只有透過進口替代 才能長期的厚實本國的生產製造 或是生產力 所以他提到中心外圍理論是傳統西方發達國家 一種包著糖蜜的毒藥 它不僅會使得發展中國家 或欠發達國家 越來越貧困 貧困之外 會越來越依賴 就跟吃毒一樣 像這次俄羅斯 賣那麼多油之後 結果外匯存你 說沒收就沒收 說凍結就不用凍結 說制裁就制裁 所以這個理論 現在我們重新把它翻轉 讓大家了解到 這些理論正在做發展 這為什麼發生在阿根廷 因為阿根廷在上個世紀初 其實非常非常富 在19世紀末 20世紀初 我們看到阿根廷的經濟發展 一度GDP是世界前七大 阿根廷是怎麼墮落的 原因就是阿根廷透過大量粗食 初級的原材料產品 包括了大多玉米 包括了油氣 包括牛肉的出口 創慧 可是創造了大量的收入之後 國民生活水源提高 大量進口西方國家的工業製品 最後就發現 我們講 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你生產的盾 以盾為計的原材料 換來的是以客為單位的工業製品 你看一支iPhone手機 200多克大概要1000多塊美金 你看小麥 黃豆 漲到歪掉 一盾也不過1000塊美金 你懂意思嗎 所以你生產一頓的黃豆 換來200克的手機 你生產一頓的黃豆 只能換到200克的iPhone手機 這形成了越來越貧窮的過程 所以從阿根廷開始是最明顯的 為什麼是由他發現的 原因就是阿根廷在100年前就發現 財富只是短暫的 只要你進入了中心外圍的依賴體系 你的財富就是短暫的 就是片刻的 因為你永遠不是發達國家的中心 而發達國家的中心就是利用 這些邊緣國家大量的原料 進口進行加工產出 為什麼烏克蘭鋼鐵廠被炸掉很嚴重 因為沒有西方國家德國法國 比利斯荷蘭沒有資本家 也沒有市場的風險傾向 會投資鋼鐵廠 烏克蘭鋼鐵很重要 因為烏克蘭的鋼鐵 使用最原始的鋼胚 熱壓鋼板的形態 出口到德國 經過了酸系 經過新的鍛造 經過了加工 用工業機械 用賓士BMW的方式呈現給烏克蘭 這形成了 請問是烏克蘭越來越富 還是越來越窮 你是賣他一噸鋼 可能800 1400塊美金 然後賣你一噸車 賣你一噸車 動輒10萬塊歐元 所以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方向跟變化 因為新世界的開展已經來了 在他的一個論理當中 就有三次大革命 第一次中心外圍 其實最早的應該是伊斯蘭國家 就是阿拉伯國家 我們都有印象 宋朝出口食之品 出口茶 出口陶瓷器 誰是貿易商 阿拉伯人 所以在1000年前 伊斯蘭國家或阿拉伯世界 透過東西方的貿易交流跟往來 壟斷了全球的經濟 跟貿易的紅利 所以形成以伊斯蘭 以阿拉伯世界 為核心的經濟體 並不是它市場大 而是它地理位置 剛好在世界的中心 好 這個變化一直到了16世紀 15世紀 航海大發現 出現了改變 透過航海發現的改變 西方國家 跳過了阿拉伯商人的需求 自己做起生意了 並且透過大量的殖民 創造了原料 創造了市場 這是第二次革命 就是大海革命 到第三次革命 基本上就要到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看到 從英國到美國的崛起 這個角色再度出現改變 隨著全球中心化 在冷戰結束 往美國作為集中 美元 美軍 美國夢 形成以美國為中心 其他的國家都依賴美國 我們看這次歐洲 在整個媒體的語音當中 就出現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都是聽到Facebook Twitter 或Google 或YouTube的講法 所以大家對於 俄烏的戰爭問題 我們都被扭曲了 沒有一個歐洲自主的媒體平台 站在歐洲本位 站在歐洲主觀 或站在歐洲價值 來看待俄烏關係 所有的媒體都是美國價值 美國主觀 或美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代表歐洲在精神文明 在媒體文化也是美國的外圍 它依賴於美國的中心 我們今天在YouTube經營節目 同樣的有一個中心 那就是以美國的Google體系為中心 才能發表節目 這個過程當中 看它對你的評價 或對影響力大小 而給你一些導流 或線流 這就產生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中心正在改變 開出第一槍的 沒有 我們講成勝武廣揭堪起義 他們是沒事搞革命嗎 不是 是整個大環境 這個地球村已經非常不穩定了 開出第一槍的可能就是普丁 普丁透過俄烏戰爭 不管是北約東擴 給俄羅斯帶來的生存壓力 還是長期對俄羅斯制裁 跟不公平的待遇 讓身為歐洲人的俄羅斯 被排擠在俄羅斯之外 更重要是全球的外圍 這個外圍 假如是亞非拉國就算了 來自於一個文明 而且高度工業發達的俄羅斯 他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刻 他當然直接就挑戰 舊秩序的規則 我們還沒看到新秩序 而新秩序的維護 是重建到底來自於何方 新的中心是繼續美國 還是中國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舊秩序的維護 有些大國極力想維持 最想維持的就是中國 所以中國跟俄羅斯之間 你從這種國際思想當中 你會看到不同的變化 那不管他做什麼 都是一個舊秩序即將崩壞 不是中國想做什麼 不是美國想做什麼 不是俄羅斯想做什麼 就可以維護的 可是新秩序在何方 我們完全不知道 到底世界在是一盤散沙 多中心化 去中心化 還是新中心產生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特別的一個觀察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 就像我們從國際生活 社會的環境當中 或是在投展中 他都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